周一 民宿短租平台爱比营Airbnb推出一项计划 该计划宣布了八项新规定 其中 为了避免用户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假期期间 非法举办派对 从本周一起 禁止不具有良好评价的用户 进行单个晚上的房间预定 至于曾获得好评记录或已经完成预定的用户 将不受影响 事实上 早在去年8月20日 Airbnb就宣布 禁止全球用户在出租屋内举办16人以上的聚会 但这一禁令并未有效阻止洛杉矶地区的短租房派对 该平台规定 如果房东授权允许房客举办派对 则将在Airbnb平台上删除其房源 另外 该计划还包括 将开设7天24小时的社区专线 并要求房东在出租房间内安装噪音检测装置 以实时监测出租屋内的声音分贝等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